我是航空服务员 多年从事这个行业 时常浪费了许多资源 如乘客不用的饮食 一次性的餐具等等 心中很不安 请问怎么办 这个事情是你们航空公司老板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那么你就只好随缘 那么知道这是一种浪费 只要你自己不浪费就好 你说浪费只是多资源 可是你如果实施 能够利用这个时间 念佛可以不中断 在心里面默念 可以不中断 手上可以带个念珠 那个念珠会度很多人 人家一看到念珠 就会心里就想个佛 阿赖叶里头佛的种子就种下去了 这一场念珠天天给这些旅客种山根 这是好事情 那么我们社会里面 借缘的这个小佛卡 很多小念珠都可以身上带一点 遇到有缘人 有缘人他欢喜 他愿意接受 你就送给他 逛街法院 介绍他听经 有些与佛有缘的就介绍他听经 介绍他学服 这都是好事情 所以任何一个行业 都能把它变做道场 变做借银众生的场所 飞机上天天那么多旅客 你就在那上面做借银工作 真的你就行菩萨道了 第二座脚